Let's bow our head in silent prayer 好,我们一起低头末导 Amen 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we begin the final prayer session by singing him449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开始今天最后一节祷告会的时间 我们一起起一唱诗,449首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爱满满律 我徒我生为我所思 祈祢的爱满满律 我徒我生经为我死 我徒一开 天上宝座 如天梦恨会 拜拜伤心 全被虚极掌心思来 有些旧属亚当后世 真定离开 无边无恙 最热如我静默主持 记忆的爱满满律 我徒我生经为我死 我徒书分 最终一种 被之高为黑暗重重 德蒙救助 照亮我心 我徒书心 我心光明 我徒书分 最终一样 我徒书分 最终一样 我徒书分 最终一样 我徒书分 不下终一样 我徒书分 最终一样 都是我所自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祷告之前 我们借用圣经的一些章节作为属灵的勉励 非常感谢神 我们进入到灵恩会的最后一节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得到造就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来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那回到灵恩会的主题 靠信心得胜自己 那今天下午我们谈到如何来去勒住我们的舌头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讲 在古圣徒他们总是这样去实践这方面的灵修的工作 那相信有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这样做 我们通过这个诗篇当中的一些记载来给大家几个例子 我们来翻开诗篇的第十七篇 诗篇十七篇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的小字的部分 那这里面提到大卫的祈祷 那在祷告当中 他对所讲的话非常地小心 我们来看第一节 主啊 求你听闻公义 侧耳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 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祷告当中 求神来听他的祷告 来侧耳听我的呼吁 第二节 那求神为他来伸冤 那在这里他向主说 那这个祷告不是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意思是说 无论他所说的是什么 都是在神的面前是真实的 因为在大卫的心当中 心里面 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神很看重 在人心里面的公义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大卫非常清楚地认识神 所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的时候 他能够确保他的心思意念 同神的性情 神的本性能够相一致 我们来看第三节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监察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 在我口中没有过失 那我们看到大卫经常这样来祷告 来求神 试验他的心 来监察他的心 那下半部分 这节的后半部分 提到说 他熬练我 却找不到什么 那在另外的译本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被译成 在我里面找不到任何的恶 他祈求神来监察他的心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在他的心当中 找不到恶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祷告当中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祷告 他是用这样的来去祷告的 他不可以向神来去欺骗神 因为在祷告的一开始 那他就提到说 神是听闻公义的神 所以在他的心当中 没有什么恶被长到 因为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立志 叫他口当中没有过失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vow to make 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励志 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励志 没有许愿 但是呢我们可以下定决心 那在口当中 不会犯罪得罪神 那如果我们的口当中 没有鬼诈的话 那当然 在我们的心当中 就没有什么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之间的联系 要向我们的心清洁 或者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义的 我们必须要学习 来去控制 约束我们的言语 这里面提到说 那些在神面前 这个出于不义的舌头 那在神的面前 也是不义的 那么因为在大卫的心里面 找不到这个恶 我们可以说 他的心呢 是完全正直的 清洁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心眼 能够很清楚地 看到这个神的道路 所以他下定决心 来跟从神的道路 所以在言语当中 我们能够寻求清洁 可以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益处 我们常常说 我们的言语 可以能够揭示出 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 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心里面 想的是什么 那有的时候 我们发觉说 有些人 非常的 对别人 非常的照顾 所以我们从 他们的言语当中 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 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 都能够说正确的说话 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 充满了这种造就 那就好像在 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所提到 那我们要多说 造就人的好话 使得听了人得到益处 我们知道说 造就人的好话 或者是恩典的说话 实际上是属人的一种断片 或者是说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常常说出恩言 那我们来看 这章的最后一个经节 诗篇的十七篇的第十五节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之路 那在一开始 那祈求神能够 让他讲出正确的言语 不因为嘴唇所说的话 来得罪神 那在这一篇的最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诗人 他对于想见神的面 的这种盼望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 来看这节 那大卫非常地确信 他会见到神的面 他怎么样能够见到神的面 是在义当中 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义的时候 意思是我们所做的 在神的眼当中 是看为正的事 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如果我们总能够说 正确的说话 能够鼓励其他的人 来去建立别人的信仰 在神的眼当中 我们就是义人 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知道我们会见到神的面 我们会在意当中 来见到神的面 因为在我们一生当中 借着神的帮助 我们能够在言语当中 总是说 在神眼当中 看为正确的说话 那我们再看第十五节的下半部分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那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得见你的形象 就是在你的 好像有你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大卫的理解 如果我们有救恩的盼望 如果我们真的 对见神的面 这件事情 非常的严肃认真的话 那我们就要 洁净我们自己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我们翻开约翰一书 我们读第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你看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珍视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想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的 各个层面 都是洁净的 我们知道说 他在言语当中 是洁净的 他在这个世界当中 常常讲说恩言 所以我们要去采纳 接受基督的这个形象 那意思是说 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发觉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 也许我们是错的 也许我们可能会被人误会 但是如果我们总说恩言的话 那我们就发觉 在我们的心当中 有这种满足的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采纳了 主耶稣基督的性情 这是非常困难 能够做成这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借着我们的信心 借着神的帮助 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能够得到满足 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经节 我们来读诗篇的第三十九篇 诗篇三十九篇 我们读第一节 一直到第四节 诗篇第三十九篇第一节 这一篇也是大卫所写的诗 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绝环 泪住我的口 这是自我的一个提醒 大卫在自我提醒 谨慎他自己的言行 尤其是在恶人的面前的时候 他跟自己说 要用这个绝环 来去泪住自己的口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当他被激怒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言语 而犯罪得罪神 我们来看第二节 我默然无声 连好话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那么当他被激怒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在控制他自己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说话 那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是非常的生气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心里面的火 被烧了起来 那结果他就开始说话 意思是说 他移除了这个绝环 意思是说 他把自己 他让自己毫无约束 他就开始说话 但是感谢神的是 他没有向别人讲 而是向神讲 那这就是大卫的智慧 我们看第四节说 主啊 求你叫我 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那他想让神来帮助他 知道他的寿数几何 那如果我们从第四节 一直读到第六节的话 那他开始谈到这个生命 实际上非常的短暂 那当我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有点惊奇 他非常的生气 那当说第四节 他向神讲说的时候 他向神说 生命非常的短暂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 我们自己的人生 那我相信大多数在座的 或者是在座的一半以上 都是非常年轻的 如果我们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生命非常的短暂 其实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真实的事 那是光阴如梭 所以当我们来去看 生命的时候 我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那对我来讲 相信这个不可能会再有 第二个五十年 我不是去跟我的妻子 来去开玩笑 我总是这样对我的妻子讲 也许有一天我会死在非洲 我只是这样的感觉而已 所以当我们去看我们的生命 生命是非常短暂 在这样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对我来讲 我已经超过了五十岁了 那我不会花更多的时间 来去谈论其他的人 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 这样去做 因为我想用剩余的时间 来去侍奉神 因为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花很多的精力 在这些错误的事情上面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那对我来讲 我不但不能够完成 神所分配给我的工作 我甚至会可能造成 教会当中的混乱 所以大卫之所以这样去提到 这些是因为可以显示出 大卫的智慧 所以事实上 古圣徒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去思想他自己的人生 那事实上 他其实是制造出了一个道路 使他能够从这个情况当中 脱离出来 只有有智慧的人 才可以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必须 向大卫来学习 这样的智慧 使得我们能够 从与其他人的争执当中 能够脱离出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第90篇 诗篇的90篇 这是诗篇当中唯一一篇 由摩西所写的诗 如果我们来读这一篇的话 它的一个要点就在于 神的愤怒 还有包括提到 这个神的选民 所犯的这个罪 来抵挡神 如果我们来去学习 摩西的一生 尤其是摩西的 最后40年的人生 那他有被神所赋予的使命 就是让人带领选民 来出埃及 那他其实是带领 一批不那么认识神的 选民来离开埃及 那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 那么甚至在民述记当中 也有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些人非常的来 总是来去冒犯 是非常有冒犯性的 那这是一些无理的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不止一次的 他们向这个 来抵挡摩西 来攻击摩西 那比如说 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 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向摩西发愿言 那到底是 到什么程度呢 那甚至他们想要 用石头拿石头打死摩西 当我们来读这一段经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摩西没有提到 任何这方面的事 他提到了选民的罪恶 那么他提到了 神对他选民的 这种恼怒 但是在这一篇当中 他祈求神来 怜悯他们 那么祈求神来 回转归向他们 因为生命非常的短暂 我们来比如说 读第九节 诗篇九十篇第九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摩西非常清楚知道 生命非常的短暂 那么生命 很快就过去了 他所拥有的生命 那他写了这篇诗 来祈求神 来去向他的选民 来回转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要祷告 来为别人代祷 那么甚至是那些 来去冒犯我们的 我们应该不断地 要为他们代祷 我们总是要祷告 祈求神的恼怒 烈怒 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所以再一次的 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智慧 如果我们想说 我们要见神的面的话 我相信这个 是我们要学习的 除非我们对此 无动于衷 或者是说 我们的信仰 根本是假的 或者是我们 一直在去拒绝否认 如果我们真的 想要见神的面的话 这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需要去实行的 有的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地 会误会教会 因为我们不完全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 来去学习 来去为其他人代祷 我们也要去明白一点 生命非常的短 那我们要有智慧地 来过着在世的人生 那我们能够见到神的面 不是惧怕 而是在神的意当中 那我们现在要祷告 凡是想要接受按手的 请到前面来祷告 那在这个祷告当中 我们彼此来代祷 那求神来带领我们 能够让神的智慧 充满我们的心 那么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真正见到他的面 我们一起祷告 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we pray we pr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